各位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主題是二進位換十進位 那在這裡 老師一樣要先聲明一下 不論你聽懂 聽不懂 都給自己掌聲鼓勵鼓勵 耶 因為你很棒 那看完了以後 你就增廣見聞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講二進位換十進位之前呢 老師要先做個複習 我們在指數率的時候不是有說嗎 任何數的0次方要等於1 然後只要這個數本身不是0就好 那2的0次方要等於1嘛 那什麼叫2的5次方呢 就是5個2相乘 那答案2乘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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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那就是32 好 有了這個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二進位換十進位 假設我們知道的二進位數叫101011 那怎麼把它換成十進位呢 很簡單 來 從尾巴排過來 我們不是念的時候是念101011嗎 排的時候倒過來 110101 好 倒過來排以後 從2的0次方 一直寫寫寫寫寫到最後一個 那像這個題目的話 就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平方 2的3次方 2的4次方 2的5次方 那就1乘以1等於1 1乘以2的1次方呢 就1乘以2等於2 0乘以2的平方 2的平方 2的平方是2乘以2是4啊 那就0乘以4是0 1乘以2的3次方 來 2的3次方是3個2相乘 2乘以2乘以2 答案等於8 好 那就1乘以8 寫在這裡 那再來 0乘以2的4次方 2的3次方是8 2的4次方的話 就2的3次方再乘一個2 8乘以2是16 好 那0乘以16是0 2的5次方 2的4次方再乘一個2 16乘以2是32 好 1乘以32 答案等於32 然後這個部分 全部相加 1加2 加8 加32 那我們都知道 8加32是40 40加上2 42 42再加1是43 因此就是43 那我們就得到說 哦原來2進位 101011 換成10進位的話 就43 那老師再一次強調 看到2進位 倒過來放 題目給101011 我們舉例子 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倒過來 110101 好 放下來 之後從2的0次方開始 一直排下來 然後呢 讓它相乘 最後得到的數字 加總在一起 就是我們的10進位 那這樣各位同學 清楚了嗎